只是闹着玩 今天出了一件大事 事情发生在小豆豆放学回来后 吃晚饭之前的玩耍时间里 事情是从开玩笑开始的 小豆豆和洛基在他的房间里玩狼游戏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在玩狼游戏之前 小豆豆和洛基像平时那样 各从屋子的一角咕噜咕噜地滚过来 撞在一起 然后像是香铺那样撕铲了一会儿 接着就啪地分开 重新开始 玩着玩着 要想稍微玩得难一点 其实这也只是小豆豆一方的决定 当咕噜咕噜滚过来 撞在一起的时候 小豆豆说 我们看看谁更像狼 谁就赢了 对牧羊犬洛基来说 装成狼并不是什么男士 只要把耳朵啪地竖起来 把嘴巴张大 露出锋利的牙齿 眼中再闪出胸光 就变得很吓人了 可是 小豆豆要装成狼却很费事 总之是把两只手放在头顶 装成耳朵的样子 把嘴尽可能地张大 眼睛也拼命地睁大 一边呜呜地叫着 一边做出要咬洛基的样子 洛基一开始装得非常好 可是 他毕竟还没有长大 玩着玩着 渐渐分不出开玩笑和动真格的界限了 突然 他不是闹着玩了 而是真的咬了下去 虽然洛基还是一条小狗 但他的体型已经快有小豆豆的两倍大了 牙齿也非常尖锐 小豆豆啊的一下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他的右耳朵已经搭了下来了 鲜血鼓鼓地流了出来 听到啊的叫声 妈妈从厨房飞跑过来 只见小豆豆两手按住右耳朵 和洛基一起缩在房间的衣角 衣服上周围地板上全是血 正在客厅里练习小提琴的爸爸 也飞奔过来 洛基这时候知道自己闯了大火 搭了着尾巴 眼睛朝上翻动着 不安地看着小豆豆 这时小豆豆脑袋里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如果爸爸妈妈非常生气 把洛基扔掉 或者从此不管洛基了 那可怎么办 小豆豆觉得那才是最伤心 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小豆豆紧紧地挨着洛基蹲着 一边用手按住耳朵 一边大声说 不怪洛基 不怪洛基 爸爸妈妈更关心的是 小豆豆的耳朵到底怎么样呢 他们想把小豆豆的手拿开 但是小豆豆不松开手 喊着 一点也不疼 不要对洛基发火 不要发火 这时候 小豆豆的确不觉得疼 他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担心洛基 这期间 血一直在鼓鼓地流着 爸爸妈妈终于明白 这是被洛基咬的 答应不怪洛基 小豆豆这才把手松开 妈妈看到搭来下来的耳朵 惊叫起来 接着 由妈妈带路 爸爸抱着小豆豆 去看耳科医生 总算是治疗及时 孕体也好 耳朵能够长回原来的样子 得到这一准信 爸爸妈妈这才放下心来 可是 小豆豆还是非常担心 不知道爸爸妈妈 是否会遵守 不怪洛基的诺言 医生用绷带 把小豆豆从头顶到耳朵 摘到下巴缠了好多圈 小豆豆像一个小白兔似的 被爸爸妈妈带回了家 虽然爸爸许诺过 不怪洛基 但他觉得不训诫洛基几句 未免也太不像话了 可是 妈妈用眼神示意 已经答应过了 爸爸才勉强忍住了 小豆豆急着要告诉洛基 没事了 谁也没有生气 急急忙忙跑进屋里 可是 却不见洛基的身影 小豆豆哭了起来 这是事情发生之后 他第一次哭 在医生那里 小豆豆拼命忍着没有哭 他怕自己一哭 洛基就不免会受到责备 但是 现在他却止不住泪水了 一边哭着 小豆豆一边呼唤着洛基 洛基 洛基 你在哪儿 这样叫了几遍之后 小豆豆沾满泪水的脸上 突然出现了笑容 原来 洛基那熟悉的茶色脊背 正一点一点地从沙发后面露出来 洛基走到小豆豆面前 轻轻地舔着 他从绷带缝中露出来的那只完好的耳朵 小豆豆抱住洛基的脖子 闻了闻洛基耳朵的味道 爸爸妈妈都说很臭 可是 小豆豆却觉得 这是让人留恋的好味道 洛基和小豆豆都疲惫地睡着了 夏末的月亮 升起在院子的上方 月亮好像在温柔地看着 这一对更加亲近的好朋友 那个缠满了绷带的女孩 和那只永远也不会再玩狼游戏了的小狗